海尔特人这支球队是真的神奇 每一年都是豪强球队 每一年都还在继续升级阵容 到了今年 更是已经成为了五星豪胜 塔多姆布朗布尔金奇斯怀特获了提 这可以说是五个全明星级别的实力 与此同时除了获了提以外 桑苏有四个人在本赛季拿到过周队夹 结果就是这样一套武装到牙齿的阵容 今天在自己的主场 又被扫了当家球星的热火队给办了 可以说为了赢下这场比赛 凯尔特人已经是拼了老命了 全场八人轮换 并且替补席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普利查德一次出手没有 送出三个助攻 主持防守可圈可点 豪瑟和霍布德 摘有限的出场时间里也是兢兢业业 二人合计八头四中 贡献十二分十板四助攻 这板凳席的贡献 不知道比胡人队强到哪去了 如果胡人替补席能有个霍布德 G2早就赢下来了 有句谚语说的很好 一只狼带一群羊 要强过一只羊带一群狼 凯尔特人如此强大的阵容 却在技巧赛中屡次吃饼 就是因为塔杜姆这个当家球星太熊 他的身上至今没有展露出来领袖的气质 巴特勒的躺在冰狂藏 都比他气质上更强 他全场最近的镜头 竟然是兵败如三岛后的摔球 真的是让人怒气不争 讲到这里 可能有的人会说了 那塔杜姆这场比赛 也是二十投十中拿了二十八分的 差到哪了 单看得分数据他确实还不错 可问题就占于花旗年年造势塔杜姆 要争MVP 年年进不了前三也就罢了 对上马丁这样的小卡拉密 你都不能把对面给锁死 这还有啥好说的 热火队以53.5%的命中率 射进去23个三分球 绿军的防守又在哪里 那又白臂展又短的白人后卫 泰勒希罗这场比赛 当中华森持球大核 看一下二十四分五百十四个助攻 你塔杜姆呢 三助攻三四五 完全是个更高大的提醒明珠 天天吹自己的持球能力 出球能力进化了 进化了个啥 那希罗职业增压场 军才3.6个助攻 就这带动队友的能力都比你塔杜姆强 这一败 基本已经证明了 卡尔特人不要再想争惯了 塔杜姆也是真做不了当家核心 他就应该去给人打下手 像旧金三体系名中那样 去找自己的杜兰特 才有争惯的希望 今年的东部实在太弱 凯特人应该能进总决赛 但是进了以后 只不过是给西部送人头罢了 西部谁撒出来 谁就能吃塔杜姆红利 另外以后不许再说塔杜姆曼巴门徒 我穿上老大的球衣 都比他有曼巴精神